我们继续讲一下运动感知觉系统 它包括信息的传入 进入中枢以后 中枢进行处理 处理完以后 要将信息整合而控制肌肉和外周组织 那么对外周组织最重要的控制 比如对肌肉可以使肌肉收缩 而产生动作或者是不稳定关系 那么在传入中枢以后 中枢的处理 我们可以将中枢比一种电脑的操作系统 比如W7、W8、W10 那么这些操作系统有一些基础的动作模式 大脑的中枢主要有原始反射 平衡和反正反射 那么运动感知觉在中枢水平的控制有三个 那一个是脊髓水平的控制 还有一个是皮脂下水平 以及皮脂水平 在脊髓水平的控制 有几个特点 最快 无意识 那么很快发挥作用 但是它没有意识 比如膝间反射 它就是最快的无意识脊髓反射 然后再有往上是皮脂下水平的控制 速度中的是自动控制潜意识 皮脂水平是最高级的控制水平 速度最慢 这个时候是有意识的 比如我现在坐着检科 我想让我的光二头肌收缩 而产生曲肘这样一个动作是有意识的 但是我在坐姿躯干肌 部分肌肉会收缩来稳定躯干 这个属于无意识或者潜意识 它的控制 属于脊髓或者皮脂下水平的控制 关于中枢处理的基础模式 第一个原始反射 原始反射指的是 刚出生的小孩 一岁以内它有一些原始的动作模式 那么随着生长发育 神经尤其是上位神经元的成熟 它可以产生对下位神经元的抑制 而导致这些原始反射消失 所以原始反射出现在应用 那么当成年以后出现了脑梗死 脑出血或者是脑瘫的患者 那原始反射是存在的 那么当人体这个大脑没有结构性的病变 仅仅是功能纹乱或者大脑麻痹 它没有梗死 它仅仅是传入信息 本体感觉缺失以后 而导致的中枢麻痹 也会有一些原始反射的患性 原始反射包括很多 我们举一个例子 交叉伸趋机反射 也就是包括伸机反射 还有趋机反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伸机反射 当肢体近端伸机受到刺激 比如普京的 左侧攻三头肌被扎一阵 被刺激到 那么如果扎的比较轻 针刺的比较轻 仅仅是攻三头肌的数据 如果这程度增加 增加到一定程度 刺激左侧的攻三头肌 会导致 会导致同侧 同侧 以及对侧的 以及对侧的肢体 伸机的数据 比如 对侧的臀大肌 同侧的臀大肌 数据 刺激 近端趋极 可以引起同侧 和对侧趋极的数据 比如刺激 攻二头肌 趋肘的同时 也可以趋宽 也可以趋对侧 那么关于 这个伸机 交叉反射 我们举一个病例 假设这个人出现了 臀大肌 肌无力 臀大肌受到抑制 那这种可能是 锅绳肌带肠 大腿后部的疼痛 或者是腰背部 带肠 而导致腰痛 那么这时候的治疗 思路 我们可以在臀大肌 局部按摩 针刺 来激活 臀大肌 那么也可以通过 交互抑制的 这样一个思路 治疗 躯宽肌 也就是松脊 器官肌 相当于是 激活 臀大肌 那么再有 有研究发现 底下关节功能 紊乱的患者 臀大肌受到抑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调整 底下关节 来激活 臀大肌 当然了 如果这些方法 效果不好 我们还可以通过 交叉 身肌 反射 来进行 同侧的 弓三头肌 的刺激 来间接激活 臀大肌 或者是对侧 比如我要激活 这一侧的臀大肌 可以 针刺这一侧 的弓三头肌 也可以 针刺对侧的 弓三头肌 来神经反射性的 机构存在 所以 一个 腰背部疼痛的患者 或者是 一个 大腿后部 锅绳肌 损伤的患者 它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 臀大肌的 抑制 或者臀大肌的薄弱 而臀大肌的薄弱 它的治疗思路 应该有这种 那么第二个 人体中枢的 基本模式 是平衡 那么这个平衡 需要传入一些 信息 比如视觉行动 传入视觉行动 我的定位 我的头部 整个躯干 它的状态 是平衡一份 来进行对比分析 那第二个是 本体感觉 包括触觉 本体感觉 最关键的部分 是足底 底下关节 还有颈椎部的 节力组织 韧带和静默 那么这些地方 如果出现 本体感觉 传入信息的问题 会导致 人体平衡能力 下降 那么 会出现 部分肌肉的代偿 而导致 颈尖腰腿 当然了 本体感觉 如果轻微 损伤 视觉等 其他会来代偿 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 会出现 平衡能力的下降 那么第三个 产生平衡功能 那是前提心 它可以感知运动 平衡运动 还有空间定向 那么来维持 人体的平衡 所以人体的平衡 是从这三方面 来进行考虑 中书的第三个 基本模式是 翻正反射 它指的是什么 人和动物 在不正常体位的时候 会通过一些协调 运动 将体位恢复到 常态 这样一个反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 猫头 首先是向上 下降过程中 它自动 先将头翻正过来 头翻正过来 是由于迷路感受而引起 它的反射中枢是在中挡 那么头反射过来 这时候躯干还不在正确的位置 那么因此头翻过来 躯干没有正 颈部会发生扭曲 那么颈部有大量的本体感受器 激缩 它以扭动 头部这个点扭动 会导致颈部激缩受到刺激 那么颈部激缩受到刺激 它可以使躯干恢复症了 那么这属于第二反射 第二反射的中枢在中的 或者是胸部的脊髓中 这就是人体中枢 它的基本模式的第三个 好 我们再分别来讲一下 这三个水平 首先说脊髓水平 它指的是固有的脊髓反射 不经过弹道 直接通过这个关节感受器 传入信号反射快 不需要有意识 同时 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交互意识 什么叫做交互意识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膝腱反射 我敲击病人呆以后 激活激缩 那么它将这个信号传入到脊髓 传入到脊髓 可以兴奋身肌 这个地方是兴奋 兴奋身肌 兴奋孤死头肌 同时还需要抑制驱肌 比如抑制孤生肌 不然的话 膝腱反射这一深吸一下 驱息肌如果说错了 它无法弹起来 因此膝腱反射 它传出神经 既要激活孤死头肌 也要抑制孤生肌 那么通过这个脊髓水平的交互意识 这样一个思路 假设囤大肌 受到意识 我要激活囤大肌 可以在囤大肌局部进行处理 也可以松击曲宽肌 把前方的曲宽肌 比如卡腰肌 还有骨质肌松减 它的张力减弱 也就相当于激活了后部的囤大肌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我想松击曲宽肌 可以在曲宽肌局部进行处理 也可以主动激活囤大肌 也可以反射性的抑制的 这个曲宽肌 当然了这个效果没有第一个好 比如囤大肌 激活不足 这时候对于曲宽肌的松减 其实效果变得好 第二个水平 再往上的水平 是皮脂下水平 也就是脑干 丘脑 潜停系统 小脑水平的控制 起着控制均衡 姿势 翻证 以及平衡翻证 潜停系统 在维持身体直立姿势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小脑控制身体的平衡 还有动作的协调性 从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小脑 脑干 这是脑桥 盐水 这是大脑 最高是次令部 皮脂水平 也就是大脑 最上面这一颗深颜色 皮脂 是最高次令部 最高水平的 神经元的包体素材 那么整个神经系统里面 其实最薄弱的 应该是这个 所以如果传入神经 或者说本体感觉传入紊乱 也会导致皮脂水平的紊乱 那么皮脂水平是有意识的控制 速度比较慢 它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 有意识这样的运动控制模式 那么再有 中枢的控制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那就是反馈和强规机制 那这两个机制 对动作的学习 动作的控制 维持姿势和稳定关节 非常重要 那么 反馈和强规机制 它的发挥 有赖于信息的输入 那比如 本体感受器损伤 而导致本体感觉传入有问题 会影响到反馈和强规机制 比如这个人有足底肌膜炎 那么他的反馈 或者是强规机制 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首先说一下 发挥机制 通过运动感知觉 可以校正动作模式 而实现动作的控制 那么这是由于 机械感受器和跨关节肌肉 来发挥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肩关节 肩关节周围有很多的韧带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会突 这是锁骨 这是肩锋 所以这个地方有会锁韧带 会肩韧带 那么肩关节的前方 也有很多的韧带 以及关节囊 那么这些韧带 关节囊里面 有大量的感受器 机械感受器 那么机械感受器 在弓骨头向前一位的时候 前方的这些肌腱里面 本体感受器 可以被激活 它激活以后 反射性的激活肩锈削机 是肩锈肌 无稳定肩膈 假设这个患者 于肱关节 无稳定性下降 那么我想激活 这些无稳定肌 怎么办呢 一个一个 在这个肌肉上 针刺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激活 这些肩锌肌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针刺 或者按压 这些关节周围的韧带 或者关节囊 那么刺激到这些部位 可以神经反射性的激活肩锈削机 比如肩锈机功能下降 而导致的肩锋撞机综合症 这时候我们用传统的方法 治疗的图时 也可以再加上一个 我刺激 它的本体感受器 也就是肌腱和关节囊 来反射性的激活肩锈机 稳定肩关节 对于肩锋撞机综合症 有很好的性格 这是肩关节 我们还可以再举个例子 在足部 尤其是足根部 皮肤的感受器 比如痛觉感受器 它和运动神经元 直接相连 那可以控制 踝关节的运动 比如 我们针刺足底 针刺足根部的皮肤 可以不到肌腱上 可以不到深层的筋膜 仅仅刺激足底的筋膜 足底的皮肤 可以激活鼻目鱼肌 那么假设这个人 有鼻目鱼肌的激活不足 这时候我可以通过 针刺足底来激活 那么再讲一个反馈机制 筋膜的反馈机制 我们知道 在剧类运动之前 一定要热身 那么为什么要热身呢 很多人会讲到很多机制 那么今天我就通过中枢 反馈机制的角度 给大家讲一下 运动前热智的机制 好 我们知道筋膜 不管是深筋膜 浅筋膜 韧带 关键挡 这里面都有大量的感受器 那么肌肉周围的感受器 肌肉周围筋膜里面的感受器 它可以受到肌肉 比如这些 这是筋膜 这是肌肉 它可以受到肌肉收缩挤压 产生的信号 当然也可以受到外周手按压 所产生的信号 那么产生信号 可以传递给中枢 那么中枢 接着传出神经 来支配筋膜中的平滑级纤维 注意啊 筋膜中也有一些可以伸缩的纤维 纤维维维 所以筋膜收缩或者是伸长 而使筋膜形态发生改变 同时 同时 刺激筋膜周围的机制 也可以改变筋膜的含水量 比如增加水的增加 增加机制中水分 那因此我们在运动 在热身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刺激了筋膜 这样的运动感受器 使筋膜改变形态 同时含水量增加 来增加肌肉之间的润滑度 防止运动自然 那么当然了 我们改变了筋膜的形状 影响到筋膜的变化 也间接的刺激周围肌肉的收缩 所以相当于间接的控制了肌肉的收缩 那么再讲 强规机制 刚才是反规性 强规机制 我们举两个例子 比如我们现在先站立 当往前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体是先控制项骨和驱赶 稳定以后再运动的下指 所以我们站立 从站立到迈出第一脚 那个时候就有 潜规机制发挥 那么潜规机制 具体来讲就是发出指令 使受控机制 受控部位进行某种活动的同时 又通过一个快捷途径 向受控制部分 发出潜规信号 那么受控制部分 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又及时地受到 潜规信号的调控 比如我现在 卖脚走路之前 即使俯衡机先收缩 来稳定去干 那么如果俯衡机 没有及时收缩 潜规机制出现了损伤 会导致这个人腰部的受伤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 腰部容易受伤 就是潜规机制出现的问题 然后脉脚 或者是运动上肢的时候 躯干没有预先 潜规机制性的活力 那么很容易出现躯干的问题 那当然了 躯干有问题 也会影响到私肢 那因此 如果潜规机制出现问题 这个人更容易出现 颈尖腰腿 那么为什么 潜规机制会出现问题呢 比如 那这个人出现了 出现了外周感受器的病院 外周感受器 比如腰痛 这个人本人有腰痛 那腰痛就意味着 腰部的本体感受信息传入会出现 那么人体的潜规机制 可能就会受到面前 好 那么再举一个潜规机制 那就是条件反应 条件反应 我们看到美食的时候 即使我没有吃到它 也会引起唾液和物易的分泌 那我没有吃到这个食物 要吃到食物 最后唾液分泌 这叫反馈 没有吃到食物 看到这个食物 就出现唾液的分泌 这也叫做潜规机制 潜规机制互相配合 在脑指挥肌肉的时候 也是相会配合的 肌肉关节中的感受器 将肌肉活动的信息 反馈给脑 脑对肌肉实际活动 和原先设计动作 之间进行分析 再对潜规信号进行调整 那么因此 大脑其实是在很快速的分析 这些动作和原来之间的偏差 如果我们反馈出来的信号 是有问题的 很容易导致中枢的潜规 和反馈机制的问题 那么因此 潜规和反馈机制的病变 或者是中枢功能性的问题 很可能是外周筋膜 韧带或者是其他病变 而导致的本体感受信息 收集出现问题 那么中枢控制 接着是动作的输出 动作的输出 它的表现形式是 肌肉收缩产生动作 或者是肌肉收缩产生关节的稳定 输出的硬件 或者输出的神经元是谁呢 两个神经元 α神经元和γ神经元 其实还有β神经元 由于它的机制 它的功能 研究还不清楚 所以我们不讲它 我们重点就讲一下 α运动神经元和γ运动神经元 α运动神经元 它从脊髓发出以后 支配的是缩外脊 也就是脊梭 这是脊梭 脊梭外边的脊胸位 支配随意脊 被随意活动的脊椎 那么还有一个是γ运动神经元 它支配的是脊梭内的脊内脊 调节脊胸位 无意识的长度变化 那么γ运动神经元受缩内脊 相为输出信号的控制 但是它对缩外脊 是没有反应 中枢神经 通过本体感受 神经没收反馈的信息 修正下行的信号 产生动力 因此本体感觉 对中枢 调配 也就是肌肉的目击 对中枢 信号的形成 修正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你看 这里面的本体感受器 一个是脊梭 还有一个是高耳机 剑机关 它都可以收集 外周本体感受信息 最后总结一下 运动感受器 它的结构 包括那一来 传入部分 中枢 以及传出部分 传入部分 就是机械感受器 包括肌腱 关节囊内的 这些感受器 还有肌肉感受器 肌肉里面的脊梭 还有肌肉和肌腱 交界的位置 高耳机腱器管 外周感受器 那指的是 痛觉感受器 温觉感受器 触觉感受器 那这些 不是本体感觉 的感受器 那么 但是这些 不是本体感觉的感受器 有时候也可以 间接发挥 提供本体 感觉细细的功能 这个前面都说过 中枢 有三个水平的功能 前面都讲过 脊髓水平 皮质下水平 重点是脑干 还有皮质水平 传出 周围神经 那就是阿尔巴神经元 和嘎玛运动神元 那接着 作用于肌肉 使肌肉收缩 产生动作 或者是产生张力 而稳定 关节 那么传入 传入信息 主要是传入本体感觉信息 中枢 处理是动作 这个程序 而传出 其实就最后产生 稳定 或者是动作 那这就是运动 感知觉 它的结构 和功能 那个你 用纸那里的 这就是 接着 并 清 老实